大家好 晚安 請問下午時間 我們帶你來看到的是 美東時間19號傍晚6點多的時候 美國空軍一架F-35的戰鬥機 在猶他州的鹽湖城附近的 希爾空軍基地的跑道墜毀 但是目前墜毀的原因 還是不明朗的 畫面上可以看到 這個遠處的天空 黑色濃煙密布 軍方的消息表示說 在飛機墜毀的時候 飛行員已經順利彈射逃生 而且被送醫了 基地內外的緊急救援人員 也立刻作出反應 相關單位現在也表示 會對墜機的原因 來進行更詳細的調查 持續來關注的是 中共二十大今天是 進行到第五天的議程 大陸外交部在記者會上頭 也細數了這十年來的外交成果 大陸外交部的副部長馬朝旭 他先是說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都是得到有力的維護 面對外部的二支打壓 展開了針鋒相對 堅定有力的鬥爭 重點來了 他還說 連續拿下台灣九個邦交國 另外他也再次的表示 針對裴洛西日前在八月份訪台 一連串的反制重申 反台獨 更反制美方還有西方無理的制裁 挫敗以江治華 就是以新疆的問題來持續的發表意見 這些政治圖謀 他說都是不接受的 任何教師也以止氣使 絕不反對把這個人權的問題給政治化 各種單邊制裁 當然了 總總就是在暗批美國了 而同時間呢 大陸外交部的發言長 華春瑩 昨天晚間再度在他的推特上頭上頭發布了圖文 他的重點是 也回顧了一帶一路倡議 在過去六九年當中取得的重大成就 似乎就是選在二十大召開之際 積極秀出外交上頭的成果 而九月初的時候 美國總統拜登他曾經表示說 如果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出席十一月的G20峰會的話 他肯定會有一場敗習會 而針對習近平到底會不會出席G20峰會呢 大陸外交部今天也在中共二十大的記者會上頭 作出回應 我們積極支持印尼作為G20主席國的工作 支持巴黎島峰會確定的共同復蘇 強勁復蘇這樣一個主題 我們也期待峰會在加強抗擊疫情國際合作 促進世界經濟復蘇 維護全球糧食能源安全等方面 發揮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 關於中方領導人與會的消息 我們將事實發布 謝謝 再要看到在俄烏戰爭影響之下 歐洲的國家都是深受通膨飆升 能源價格飆漲之苦 在義大利跟法國日前都有民眾上街抗議 天然氣跟電力的價格上漲 在法國這裡有時候上萬名的民眾 他們高舉著標語還揮舞旗幟發起抗議的遊行 他們主要的訴求就是要調漲最低的薪資 動漲能源價格等等 另外在義大利也有示威的民眾 他們要求要降低能源價格 增加工資還有社會福利 要緩解的是物價能源上漲 帶給家庭個人還有企業的全面影響 持續要看到的是在英國 當然也面臨了通膨壓力 9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比同期 還要增加了10.1% 創下了40年來的新高 而光是牛奶的價格居然就漲了62% 是非常驚人 高市商品蔬果牛奶麵包 全部掌聲響起 民眾苦不堪言 英國通貨膨脹 9月消費者物價指數破兩位數 上升10.1% 重返7月高點 也是近40年來新高 我知道美國人是關心 關心關心關тор 關心關童金幣 關心關日 最最好的回答物 是英國的共鳴 和俄羅斯這麼一彈 麵肉奶蛋價格歹頭上漲 一小罐500多cc牛奶 1000只要大約20塊台幣 現在卻要32塊 飆漲了62% 部分超市甚至喊到 超过37块台币 英国食品价格跟去年同期相比 上升14.5% 创下42年来新高 高通膨主要受到俄乌战争影响 西方制裁导致俄国反制裁 能源和商品飙涨 法国也深陷能源荒 法国各个工会罢工 大约1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 不满通货膨胀要求提高工资 而且法国近三成的加油站都没有可加 仅剩少许油量的加油站则大排长龙 欧盟整体通膨率11%比英国更高 美国的汽油平均价格也一度飙迫 每加仑5美元 导致民怨四起 总统拜登宣布从战略石油储备 释出行动中 释出最后一批1500万桶原油到市场 要来降低油价 但不少人批评 拜登此举只是为了赢得11月的其中选举 记者历清 陈正茂报道 大陆国防部长魏凤和 在习近平二十大的报告分组讨论当中 他说为了因应国际的局势 解放军必须要随时做好打仗的准备 来捍卫国家主权的安全 建制两岸 声闻举续 日本媒体日经独家报道 消息人士指出 华府正在考虑和台湾联手生产武器 来提升美国设计武器的产能 并加速移交给台湾 强化对大陆的正折力 不过美国国务院低调不愿意证实 消息人士指出 磋商将持续至2023年底 但美台双方目前已经展开初步讨论 提出两个合作方案 第一是在台湾制造武器 但由美国国防公司提供技术 而另一个方案则是在美国生产武器 并使用台湾制造的零件 若计划顺利定案 恐怕会引起北京激烈回应 大陆国防部长魏凤和 在习近平20大报告讨论中强调 大陆解放军必须保持警惕 并随时准备打仗来捍卫国家安全 建制两岸紧绷关系 不过这已经不是他近期第一次 发表对台强硬言论 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 我们一定会 不惜一战 不惜代价 一定会打到底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杰尔迪 19号分析习近平的20大报告 他认为无法排除大陆今年或是2023犯台的可能性 国务卿布林肯近期也表示 他认为北京逐渐将统一的时间提前 尽管布林肯重申 美国仍然维持一中政策 但王文明批评 这番言论是在篡改一中承诺 并且控诉美国近期 受台武器规模不断上升 更大幅增加官方来往 所作所为都在违背美国口中的一中承诺 美中关系白日化之际 在台海问题上 两国矛盾越演越烈 记者刘嘉宇报导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